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辣妹走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大周五英文几度 这对我来说是新东西 这个报道也蛮新的啦 可是其实也有些报道 在2021年似乎就已经提过这个概念了 那总之呢 现在在TikTok上面 在抖音上面 这个东西正在行 所以他标题说 Hot girl walks are all over TikTok Here's what you need to do Here's what you need to do one right 对不起刚刚念了卡卡的 所以这个辣妹走 现在整个TikTok都是 那接下来呢 你需要什么 才能够好好的做一次辣妹走 这是他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子 OK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辣妹走 他的英文就叫做Hot girl walk 所以翻成辣妹走 大概还可以啦 另外顺便提一下 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下鲨鱼夹 女生用的那种夹头发鲨鱼夹 英文要这么说 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 这种生活上的东西 我反而是很白痴的 可是但是等一下会看到就是 那就顺便来教一下下 好那辣妹走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会看到的一些字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To do list Yes Excuse me 来我们就把先读一下 So going for a walk Going for walks Excuse me It's not new But it's about time The often mundane activity Got a glow up 所以出去上个步 并不是一个新玩意儿 Going for walks It's not new 但是我们是时候来把这个通常看起来非常平淡无味的这个活动 让它发亮起来了 So it's about time That the often mundane activity 所以这个mondane这个字就是非常的生活平凡的 比较枯燥无味的 每天都得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字跟routine 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像 但是routine讲的是重复 mondane不见得会重复 像例如说你每个礼拜 可能会挑一天去购物 那这个购物就是一个非常mondane的一个activity 那是routine吗 也不是 因为你并没有固定哪一天 所以routine重点在于固定 mondane则是很日常的 很乏味的这样子 So the often mundane activity gets a glow up 让它发亮一下 So enter hot girl walks 所以这时候辣妹走就来了 which rose to popularity in 2021 on TikTok and are now a common daily task on the to-do list for folks with access to the outdoors and a chic athleisure outfit to match 对不起我刚才卡一下 因为这个字比较新一点点 来刚才去再看一下 所以它总之2021年就开始喊 现在是一个common daily task 就是很常见的 每天得做的是on the to-do list for these people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to-do list OK to-do list 什么意思 So I have this to do I have that to do 我这边这些都是我今天的代办事项 所以to-do list可以翻译成代办事项 多讲一个字叫bucket list 这个字其实很多人也熟 这个bucket就是源自于一个片语叫kick the bucket 所以kick the bucket翻译起来叫踢筒子 可是它的意思不是踢筒子 而是死掉 OK 所以死前一定得完成的事 我们叫它bucket list 我个人有没有死前一定要完成的事 我不知道 这问题太大了 你要我一时想想不太出来 我当然还有很多事想做 可是说死前一定要做吗 好像也不一定 不做会怎样 不做会死 听起来蛮奇怪的 but anyway 所以bucket list是死前一定得做的事 所以这是在很多人的一个to-do list 代办事项 for folks with access to the outdoors 所以对于那些能够走到外面的人 因为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有室外的空间 可以拿去走路之类的这样子 而它也是一个很chic的athletia outfit 所以这个shic我没记错就流行的 这个athleisure 其实就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 这算是很多就流行界会做的一件事情 athlete是运动员 leisure则是休闲 所以运动休闲风 就是athleisure 这样子 这两个字合起来 所以你还可以穿一个这样子的运动休闲风的衣服 来去做一个辣妹走 听起来蛮酷的 的确这边有很多tiktok的连结 我就不放了其实 好那到底什么是这个 hard girl walk hard girl wal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arrier to entry 可以 好所以这个hard girl walks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是没有什么barrier to entry的 所以the best part about hot girl walks there is virtually no barrier to entry 好所以我们来把这个词好好讲一下 barrier这个字就是阻挡阻碍 entry就是进来 所以你想要进入这个活动是没什么阻碍的 我们中文会翻成门槛很低 门槛很低 可是我觉得 这个门槛很低的中文 其实是有不同的英文可以来做翻译的 再说一次 中文讲的门槛很低 在英文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可是当你把这个英文版本翻回中文的时候 又不见得起哪一个就不见得是通用的 OK不见得是通用的 我这里两个都写出来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barrier to entry 另外一个叫做threshold threshold 那差别在哪里 好再讲第二次 这个barrier to entry 刚刚说的是barrier是阻挡 entries是进来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你进不来 来做这个hot girl walk这一项活动 OK 所以我们讲门槛很合理 可是如果说今天 你要讲的是一个东西 它有这么一个不同高度的一个门槛 我在讲的是 例如说入学标准是台大一课75分 对不对 或者如果今天换一个大学低点 或者今天某一个像 I don't know 台大外交系 台大外文系似乎是不是72还是多少 我们就假设10好了 所以它的门槛是72分 你要说它的72分的门槛是barrier to entry吗 用threshold比较好 OK 为什么 因为threshold才是有那一种一个数字 突破过那个数字就才能进得去的那个概念 所以它才有那个 反正就是像我们讲说 我们有时候在一些乡下的门 那个门可能会有一个门挡 然后它就可以挡住 淹水不要淹过去 所以那个门可能会高一点 古代的门也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它可能高一点点起来 然后它能够防淹水 那个程度上就可以叫做一个threshold OK 所以threshold是一个有亮的时候的一个门槛 而如果今天是没有在强调亮 有没有亮 那你用barrier to entry可能就好一点点 所以回来这里 如果说你这里说 There's virtually no threshold to entry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非常的奇怪 OK 所以virtually no threshold to entry 难道你的几岁才能干这件事情吗 不是吗 所以它说no barrier to entry 才是固定的片语 那用这个也比较对这样子 OK 好 希望我有讲解的勾清楚 所以threshold barrier to entry 不一样 但我们中文似乎都可以翻译成门槛 OK 通过标准 可能是threshold的另外一个翻译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 我们或许可以讲一下到底Hot Girl Walk在干什么 就是这边没有 可以来 那我刚刚并没有说这个部分 我就先读一下给你看 这里面大概没有太多值得说的 来什么是Hot Girl Walk So 他们recommend anywhere from 45 minutes to an hour since it gets you closer to that 10,000 daily step goal 好 然后 对不起 刚刚讲就是45分钟到1小时的走路的时间 所以就是散步 这样子 因为它就比较能够让你接近到 一天该走的1万步的标准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So 45 minutes to an hour because it gets you closer to that 10,000 daily step goal 所以我们一般有1万步的 一天的一个goal all the while OK being very attainable 所以这是应该是可以很容易做得到的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间就很完美 可以听一集podcast或之类的这样子 好 OK 可是 对不起 这边还并没有说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不过我们还有一些字要讲就是了 like So the mission of the Heart Girl Walk is to continue to unite and empower women women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ness 所以它的重点 它的目标 它的mission 就是要来持续的 is to continue to unite 来团结大家 以及 empower 事实上empower这个字 我们常常在讲到女权的时候 会用到 power是力量 empower就是给予力量 所以你让女生 有一些自由做什么事情 那女生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empowering OK 所以有些什么 像例如说我们有越来越多的 我们讲早一点好了 以前美国开放让女性来投票 也就是给他们全力了 对不对 So having the right to vote feels very empowering OK in the eye of a feminist or maybe not even that 或许他只是觉得这是应该的 所以甚至他也不觉得这是empowering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他原本没有那个power 现在有了 那的确那也就是empower了 对不对 How so continue to unite and empower women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ness 所以持续的给女性力量 透过这个身体上的 以及精神上的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ness的健康 Excuse me 那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用的 OK So that's accessible to all So getting dressed up and feeling your best is also very much a part of the hot girl walk culture Because when you feel great you stand a little taller 所以这是我们会讲的一个片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Hot girl walk 要干什么 你稍微要打扮一下下 不是说打扮的花枝早展 可是你就是要穿一个蛮辣的运动裤 贴身一点点的 给人家看你的身材 无所谓 Getting dressed up 所以好好的穿一穿 and feeling your best 然后以及就可以感觉到你自己很棒 所以这个是Hot girl walk的一大部分 A very important part OK Very much a part of the hot girl walk Culture 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当你觉得很棒的时候 你就会站得挺一点点 所以站挺的英文叫做 You stand tall OK 所以这里有个片语 Stand tall 所以一个人站着挺挺的 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 那你要说 He's standing straight吗 不会 Standing tall OK 暂停 So you stand a little taller 他用的比较急 好 那我们就换一个 如果说你坐 像我现在坐着是整个layback 躺在椅子上 我如果坐挺挺的 我可以改成sit tall吗 可以 没有问题 OK 所以坐得很挺 I'm sitting tall 所以tall这个词 虽然我们理解为高 可是你也可以把理解为 是挺着的状态 这样子 OK Stand tall 好 没问题 再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 If you're looking to get into the trend while reaping all of walking's glorious benefits from enhanced mental health to increased cardio respiratory strength Here's exactly what the pros recommend from fashion to tech 这是接下来他要介绍的 很多的一些 你可以带的东西 好 所以 把这句刚刚才翻译一下 所以 如果你想要试着去 If you're looking to get into the trend 想去尝试 搭上这股热潮 Get into the trend 而同一时间还把所有走路的好处 都给他 这个好处都给他 益处都把它收下来 所以这个收下益处 我们讲过 benefit这个字前面的动词 常常是reap 那这个reap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收割 割韭菜的那个割 所以 while reaping all of walking's glorious benefits 所以这里的 所以为什么这里是reap 它搭配的 其实是后面这个benefit 离这么远 所以后面的寿司 前面加了一大堆形容词 all of walking's glorious benefits 这样子 OK 好 所以你说 英文怎么学 就从这里面抓一些蛛丝麻吉 要是这里填空 把这个reaping拿掉 你会填什么 你就要填reap 为什么 因为benefits 我都觉得这很好 可以出成一个高中考题 或者多益考题 那怎么解 从benefit来解 好 anyway 所以这说不定就是 多益考试的一个讲解了 anyway 来 所以你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什么样的好处 从什么到什么 所以from to什么 from enhanced mental health 从加强了精神的健康 到什么 到增加了的 心跟呼吸系统的力量 我刚念是没卡 因为这两个字 我都还算熟 so to increase cardio respiratory strength 所以cardio这个字就心 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是cardio pulmonary 因为下一个字就是resuscitation 我们中文讲的cpr 心肺复苏数 对不对 所以c跟p分别就是cardio pulmonary 所以pulmonary就肺 cardio还是心 resuscitation 则是把人家救活起来 他这里用的不是cp 他用的是cardio respiratory 所以什么是respiratory 我念的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一个一个音节念的话 会变成respiratory 但没有人这样念 所以我们就很快把它带过去 respiratory respiratory 它就是呼吸道的 呼吸上的 所以像以前 这个曾经打中台湾的sars 它就叫做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是不是syndrome sars最后是s 那s应该是syndrome 没错 OK 好 所以这个respiratory 呼吸道的 so cardio respiratory strength 所以心肩 呼吸道上的力量 所以你接下来就是 专家建议的 so here's exactly what the pros recommend from fashion to tech 建议的部分 从流行到科技上的 都有讲 所以我们很快走一下下 专家会看到这网站 介绍的非常的巨细迷疑 这是CNN的网站 它告诉你 如果你要走一个hot girl walk 你要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种 很紧身的这种裤子 那这裤子不叫pants 我们叫它legging 所以要是你不知道的话 女生应该都知道了 但我的观众似乎男生比较多 所以这种很紧身的瑜伽裤或之类的 我们叫它legging 你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它把leg完全的呈现 很美的秀出来 所以加个ing 那是负数的 就像pants是负数一样 ok so leggings 好没问题 下一个需要的东西就鞋子 鞋子没问题 running shoes 前面的牌子就不用讲了 而且它也非常贴心的连价钱都告诉你 会买再说 它给的都不会是便宜的东西 那还有甚至你也可以买Lululemon的workout shoe 所以这个叫做运动鞋 workout shoe也ok 然后它还给你这个Orthotics 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那种矫正器 足弓矫正器之类的 连这个也告诉你 就让你走的不要太辛苦之类的 然后别忘了插防晒油 所以它防晒油在讲是一个glow screen 似乎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对我来说就是sunscreen 但它的拍子似乎叫glow screen whatever 它是spf 就是防晒指数之类的 然后它带ipod airpods 不是ipod对不起 带airpods 然后带那个霹雳腰包 所以它这里讲的叫做belt bag 如果真的霹雳腰包的时候 事实上叫fanny pack 所以让你知道一下下 我们上一些比较简单的名词类的东西 fanny pack fanny这个是其实讲的是屁股 霹雳腰包围在屁股附近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叫屁股包 所以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成屁股包 是fanny pack 所以取名字不要随便叫自己fanny fanny就屁股 好anyway 然后fanny pack 再来 它连钥匙环都介绍给你keychain 这个很简单 来了 好 所以这个clip 那这个clip就是我们所理解的claw clip ok claw clip 所以鲨鱼甲不叫做shark clip 拜托 我以前真的也不知道了 因为它是像爪子一样 所以鲨鱼甲其实叫做claw clip claw 知道就好了 来 下面还有一些更具细名义的 甚至说你要听什么东西 可能要去有一些订购的服务 所以这网站CNN真的给你蛮多的 很完整的东西 good for them 甚至连水壶都告诉你了 最好有人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实在太扯了 如果你真的不能走出去的话 它连家里的走路机都介绍给你 这一台要360块 所以它叫treadmill 所以随便多学一下下 我们讲的跑步机 甚至它这边的走路机 我们叫它treadmill ok treadmill 难道不能叫running machine吗 比较少听到这个字 我们通常听到叫treadmill ok treadmill ok 所以拉拉扎拉讲到这里 这就是hot girl walk 有兴趣的 可以去从事一下下 总之健康是好事情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